Hello Homies 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特宅报导 让你宅着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 定价驱动气候行动就在8月7日礼拜三晚上6点半开始报道 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那到底什么是碳定价呢 简单来说就是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相同的逻辑就是你们的邻居爱放屁 可是放屁又不处罚 那放到附近的人都生病了 又拿放屁的人没法兜 因此政府开始要求放屁的人也要收钱 试图让放屁的人负责 而回到碳排放的问题上 也就是过去温室气体排放不需要付钱 所以大家爱怎么排就怎么排 但后来发现温室气体太多了 地球越来越热 让18号上班非常的暴躁 甚至引起气候变迁 极端气候等外部性 所以大家开始思考 要让这些污染者负起自己的减排责任 那碳定价到底的方式有哪些呢 目前主要有两种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政府制定碳税 直接要求排放的人缴税 而第二个就是排放交易制度 也是政府决定好每个排放者的总量 让市场自己决定好排放的价格 可以自由地买卖排放的权利 18号以欧盟碳定价为例 欧盟的气候管制政策下分成了两个大部门 也就是排放交易部门 以及非排放交易部门 排放交易部门下管制了能源 以及能源密集产业等 而非排放交易部门则有建筑 运输农业等部门 目前非排放交易部门下 排放员是不需要付费的 也就是他们放屁还不需要付钱 但是各会员国若排放超过各自约定额量 国家仍然会受到处罚 具体来说 欧盟针对非排放交易部门 设定了各会员国需要于 2030年前减量2005年标准的30% 更进一步的透过减量贡献协议 也就是Effort Sharing Agreement 将减量的责任分配给各会员国 例如德国必须2030年减量2005年标准的38% 但是德国于非排放交易部门下 仍然排放太多 德国因此面临了巨额的处罚 因此德国在2018年新联合政府达成了协议 预计透过费美委员会制定气候行动法 来找出新的德国气候政策 然而针对探定价制度却受到许多的钳制 要思考是否制定探价 要怎么制定 以及如何避免发生法国黄背心运动等社会冲突 因此德国今年4月就委托了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 思考针对运输部门等过去这些放屁 不需要付钱 不需要负责的这些部门来制定探定价制度的可能 而就在7月12日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也正式的发布了建议报告 委员会的报告首先指出 若气候政策忽略了经济原则的思考 终将迈入失败 他说减量必须以最小的成本方式完成 而在劳动分工的经济原则下 要找出最小的成本的减量方式 而因为各排放员自己最清楚 自己的生产方式以及他们的减量成本 因此委员会指出 只需要订定全球一致的探价 就让市场自己在劳动分工的原则下 找出最好的减排方式 然而全球统一的探价 想也知道非常困难 因此委员会指出 德国自己本身要作为一个典范国家 进而影响欧盟以及全世界 但具体应该要怎么做呢 首先委员会强调要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 鼓励投资 而碳定价将可以进一步的强化 大家研发新低碳技术的诱因 其次 针对这些非排放交易部门 委员会建议可以选择另外制定 新的排放交易制度或者是碳水 如果是排放交易制度 则要重视日后与欧盟碳交易连结的机制 并建议设定碳底价的制度 也就是放屁的最低消费量 而若是碳税 则建议起增价每公吨要从25元到50欧元开始 并可以弹性的调整 但要注意政策的稳定性以及避免政治操作等问题 而在实行碳价的同时 也必须照顾到产业的竞争力以及社会冲击 产业的竞争力上的维持 要确保对碳密及产业等补偿保护机制是有效的 如果无效的话 则可以进一步思考碳关税的制度 也就是避免产业跑到其他国家放免费的屁 至于社会冲击的影响 则强调碳价在重点是减碳的有效性 而不是要增加政府的收入 因此政府强调 必须要将这些碳价的收益 公平的回馈人民 而透过减低电力税的方式 也可以减缓对于社会的冲击 最后的最后 委员会也指出 德国与欧盟需要成立典范 来促成全球统一的碳价 在欧盟的层级上 呼吁各国开始透过寄存的自愿加入机制 将原本不受管制的部门纳入交易管制 此外上周二 7月16日 更与法国的经济分析委员会发表了共同声明 再次强调了全球统一碳价的重要性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拉美特宅报导 希望大家记住 以后放屁要付钱咯 不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拉美特宅报导 拜